分享宏观经济洞察市场数据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9月5号 欢迎来到本期一新回评 首先我们来回顾重要数据 上周五 聚业市场出现美联储希望看到的放缓 8月计调后的非农聚业人数略高预期 但失业率意外上升到3.8% 创去年2月以来的新高 平均时薪年率和月率都不及预期 另外 美国7月份职位控制的下降 幅度超过预期为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延续了劳动力市场逐渐重新平衡的进程 这将有助于抑制通胀的压力 美国7月核心PCE物价指数 年率和月率均符合预期 凸显出美联储过去一年 在抑制物价方面取得了进展 就业和通胀均让美联储松了口气 由于人们越来越预期 美联储不会再次加息 提振了市场情绪 全球股市周一上涨 新的一周将会有多位美联储官员 发表讲话 随后角色者们将迎来 9月利率会前的晋升期 威廉姆斯 哈克 博斯蒂克和克尼斯等 讲话将值得注意 另外 澳洲和加拿大央行 将与本周公布利率决议 由于疲染的数据和经济出现萎缩 市场预计两者都将维持利率不变 欧元区本周重要的数据尤其多 有多国服务业PMI 零售销售和GDP等等 上周的数据有纪现显示 欧洲各国经济快速恶化 未来几天发布的数据 将是决定欧洲央行9月决策的关键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